欧关第五轮,朱婷连续发出电梯球,享受巨星待遇,银行晋级八强。 北京时间2019年2月21日,新赛季欧关女排联赛结束了第四阶段第五轮的较量,朱婷领衔的瓦吉福银行在客场以3比0击败德国司徒加特俱乐部,以小组赛五连胜位丢一分的战绩提前一轮晋级八强。 自朱婷2016年加盟瓦吉福银行以来,瓦吉福银行在欧关赛场上保持着全胜的战绩。 新赛季朝着三连贯尾业进发的瓦吉福银行,在前四轮比赛上取得全胜并且未丢一分,只要在第五轮比赛上拿下司徒加特两局,瓦吉福银行就确保了小组第一, 从而强势挺进八强。 由于与斯图加特的第五轮比赛直接关系到晋级八强的资格,因此古德蒂在比赛中是派出了全部主力,其中就包括了许久未现身的萨尔维亚世界第一副姑拉西棋。 全主力上场的瓦吉福银行在首局和对手机站至23.23分,在最关键的时刻,又是朱婷站了出来。 在23平之后,朱婷连续发出两剂电梯球,快速下沉球,这两剂电梯球让斯图加特的一传受到严重冲击,最终瓦吉福银行连得2分以25比23拿下首局。 首局艰难拿下后,瓦吉福银行在第二局全面占据了场上的优势,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,朱婷是被古德蒂换下场休息,由接应小将卡拉库尔特顶起朱婷的主攻位置。 在拿下第二局之后,瓦吉福银行已经确保了8强资格,这也意味着朱婷打卡下班了,再也没有登场亮相了。 本场比赛,朱婷在关键时刻依旧巨星表现,巨星表现也让朱婷受到了主教练古德蒂的巨星待遇。 在先发的主力中,朱婷是唯一一位得到休息机会的队员,这种唯一待遇也是朱婷用自己表现争取来的,如今的朱婷已经是瓦吉福银行无可置疑的第一核心了。 在欧关赛场提前晋级八强的瓦吉福银行将会在2月23日,迎来与伊萨奇巴西土超联赛的对决,朱婷能否在土超赛场守圣金软景?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 加油,朱婷